这是云南发现军人铁桶遗骸的真实影响 2017年 位于云南省乌木村的一个山头上 几个村民采药石挖出了几十个绣迹斑斑的铁桶 起初村民们还以为挖到了宝贝 他们立马用手中的锄头用力一敲 本就秀气斑斑的铁桶直接被婴声打开 正当村民们兴致勃勃地要去找宝贝时 一位眼尖的村民发出了一声尖叫 并大喊赶紧走 他发现这些铁桶里面根本不是什么宝贝 而是一具又一具的尸体 每具尸体都有两个铁桶掩盖 然后再埋入地下 究竟是什么人下葬不用棺材而用铁桶呢 村民们回到村里后立马拨通了报警电话 警方来到现场立马开始进行勘察 起初警方还以为只有一两个铁桶 可经过他们一番努力 竟接连挖出了三四十个铁桶 下面掩埋的全部都是一具具尸骸 根据法医鉴定 这些尸骨的普遍死亡年龄都在二三十岁左右 正值青壮年 可为什么会全部被埋在一个云南偏僻的乡村角落里呢 警方根据他们的衣着和衣物得出结论 他们的身份竟然全是中国解放军战士 大体估算应该是抗日年代的远征军 他们在战场究竟发生了什么要远赴云南 死后还被蜷缩在这小小的铁桶之中 很多人不知道什么是中国远征军 其实在二战期间 中国作为二战的主战场之一 常年一片混乱 很多中国的青年加入了抗战的队伍 1941年年底随着日本偷袭美国珍珠港 正是拉开了太平洋战争的序幕 在中国常年盘踞的日本军队 开始大举进攻菲律宾和印尼等国家 很快小日子就攻陷了缅甸 形成了对英国和美国的战场优势 再加上日军侵入东南亚 极大的损害了英国人的利益 英国政府多次对日本提出不满 但这些全部被小日子征服无事了 1941年12月23日 中英美三国签订了远东联合国军事行动初步计划 随后缅甸泰国等地也都被划入了中国的战区 签署协定后 蒋介石下令抽调民国革命军 第五第六第六十六三个军团 共计九个师的十万余人 踏上了围剿日军的远征 中国远征军也就在这样的形势下诞生了 大战开始之后 盟军那边明显准备不足 再加上某些盟军有私心 导致战场形势一片混乱 很快就败给了日军 中国远征军首次进入缅甸作战失败后 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出现了 活着的战士都很难离开 那些死亡牺牲的战士就更难处理 无奈之下 上级将领下达了一个迫不得已的指令 云南乌木村出现数十个秀极斑斑的铁桶 通过调查发现这些铁桶下 埋葬的都是中国的远征军战士 战士不埋在烈士园里 为什么要埋在这荒无人烟的深山中呢 原来在中国远征军首次进入缅甸作战失败后 大批中国军队需要撤退 他们已经顾不上那些牺牲的战士 只能把他们暂时留在深山老林里 等待机会再把他们的尸体运回国 盟军委对抗日本 自然要组织第二次部队进入缅甸作战 中国这边也再次响应号召 组织了第二批远征军 这一次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 那就是抢修一条战略公路 用来运输抗日的物资 这条公路就是后来的史迪威公路 起点位于印度东北部的雷多小镇 穿越缅北之后 和滇缅公路相连接 公路修号之后 我军的主力也已经快速集结在南方 在我军踏上缅甸的土地时 英军已经被打得丢盔起家 他们一个个都丧失了斗志 中国远征军前后投入了五十万到六十万的兵力 根据杜玉明回忆 他第一次指挥远征军出战的时候 牺牺牲了六万将士 但是其中五万将士都是在撤退途中牺牲的 撤退途中他们的部队得不到不及 高山密林的热带地区有多发疾病 在远征军作战过程中 云南省的施电县做出了巨大贡献 那里的民众自发去江边修筑防御攻势 还有很多本地人冒着死亡的风险 去打探敌军情报 很多老洛俄妇如及时饿着肚子 也要省吃俭用节约粮食捐给军队 他们心里明白 只有军队在 他们的后代才能过上好日子 最终军民齐心协力 把清华的日寇挡在了云南西岸 可战争还没有结束 在接下来的战斗中 施电县的老百姓再次协助军队取得了巨大胜利 他们的轻壮严投身战场 为远征军运输枪支弹药 还从前线台会商员进行救治 他们打赢了惠通桥祖击战 海婆山战役 迎盘山反击战等等 时间来到1945年年初 三国盟军合力打通了史迪威公路 取得了东南亚抗战的大胜利 在这场胜利的背后 是一条条健壮的英领 永远埋在了缅殿和云南的大山当中 那么乌木村的那些铁桶尸体也是这样吗 云南的一个小山村中 埋着许多中国远征军军人的尸骨 通过历史证明 中国早在1940年左右 派出了一批远征军 前往缅甸配和英美对日军进行围剿 但我们低估了英军的狡诈 第一次作战时被英军摆了一道 导致我军只能被迫撤退 因此专家猜测乌木村的这些铁桶尸体 就是当年中国的远征军 当时发现这些铁桶尸体 已经到了2017年 历史的风潮早就已经停息 滚烫的炮火也已经冷却 生活在乌木村的一些居民 早就忘记了硝烟的味道 只有村里一些其80岁上的年纪的老人 才会偶尔想起那个混乱战斗的年代 通过工作人员对这些铁桶的发掘 他们初步鉴定这些遗体 就是中国远征军 而后他们联系到了村中 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人 据这位老人描述 在他小时候确实略有耳闻 那时候中国的战士路过他们这里 需要休息一会再接着赶路 可能也就是这段事件 一些战士的尸体被埋在了不远处的山上 因为当年战场条件有限 再加上战局不断变换 所以这些打仗的劣势 只能委屈求全被埋在这些油桶之中 被当作了特殊的棺材 工作人员小心翼翼地把这些油桶进行清理 他们发现每一个尸坑都有两个油桶 因为一个油桶当作棺材太短 所以当时的战士们想到用两个油桶连接在一起 工作人员在收敛这些遗骨的时候 取走了烈士的牙齿和头部 把他们送到了检测机构 很多人在听到这个消息之后 很多志愿者组成了基金会 从此之后一批又一批的人来到云南的石垫县 他们长期穿行在山林之中 并寻找保护着一具又一具远征军烈士的遗骸 并把他们带回烈士陵园 完成了当年远征军战士未能完成的梦 在烈士的遗体被带回国时 一位97岁名叫尤广才的老人哭得撕心裂肺 他就是当年的远征军战士之一 当时的尤广才说 这是我痛苦的一天 也是我最值得纪念的一天 战争是残酷的 有胜利就必然有牺牲 当年数十万中国远征军奔赴战场 能活着回来的却不到四成 大部分的战士都永远留在了战场上 他们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 用自己的生命为人民修建起坚实的堡垒 勉励着我们一代又一代中华女奋发毒枪